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在上一集里 贾政狠狠地打了宝玉一顿 气头上的他 甚至想用绳子勒死宝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父亲打儿子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 却没有这一条 即便是老杨身在香港 如果邻居知道你打儿子 他们也是可以报警抓你的 在此呢 我不想讨论文化差异 只想对你提一个问题 打骂孩子真的有助于教育吗 如果你身为父母 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教育经历 如果你还小 那就可以想想自己的成长经历 并且用弹幕和留言 分享自己的观点 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打骂教育都是最后考虑的一种方法 在其他沟通方法都失效 而需要传递的信息 又特别重要的时候才会采用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知道西方教育中 如何实现这种极端情况的教育 但是从贾正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如何能避免走到这一步 贾正根本没有了解清楚情况 就打宝玉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他错误的原因 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 有成见 从宝玉一岁抓周 抓到脂粉拆还开始 贾正就对宝玉有成见 既然宝玉知道贾正 对很多事情反感 那么他自然 也会回避这些问题 这就造成了 父子之间 可以交流的内容受限制 宝玉根本不可能敞开心扉 跟贾正谈自己的想法 从而限制了沟通的内容 第二 没感情 宝玉跟几个姊妹 都是在贾母院子里长大的 这直接导致宝玉跟父亲不亲 而亲情其实是沟通的润滑剂 没有亲情的支撑 宝玉不可能跟贾正 做深入的交流 这也就限制了沟通的深度 第三 不理解 贾正意识到 未来的宝玉 如果想过幸福生活 那就需要当官 而科举是最稳妥的一条路 可是宝玉却怎么也看不到这一点 宝玉对美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而贾正几乎没有欣赏美的能力 这种三观上的差异 让贾正跟宝玉 根本没有办法取得一致 从而限制了沟通的耐心 在内容 深度 耐心都不足的情况下 贾正对宝玉的行为发生了误判 既然下重手 错误地对待宝玉 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个故事 其实跟哪吒闹海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而这些行为 在现代人身上一样存在 我们在对父母和子女的沟通上 很可能有类似的问题 在批评贾正的同时 大家也需要做一下自我检讨 下面就让我们接着读 第三十三回的最后一部分 熟悉细节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转讲解部分 正没开交处 呼听丫鬟来说 老太太来了 一句话未了 只听窗外颤巍巍地生气说道 先打死我 再打死她 岂不干净了 贾正见她母亲来了 又急又痛 连忙迎接出来 只见贾母扶着丫头 喘吁吁地走来 贾正上前攻身陪笑道 大鼠热天 母亲有何生气 亲自走来 有话只该叫了儿子 进去吩咐 贾母听说 便指出步喘息一回 吏声说道 你原来是和我说话 我倒有话吩咐 只是可怜 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 却叫我和谁说去 贾正听这话不像 忙跪下含泪说道 维儿的教训儿子 也为的是光宗耀祖 母亲这话 我做儿子如何经得起 贾母听说 便催了一口 说道 我说一句话 你就经不起 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 难道宝玉就经得起了 你说教训儿子 是光宗耀祖 当初你父亲 怎么教训你来 说着 不觉就滚下泪来 贾正又陪笑道 母亲也不必伤感 皆是做儿子的一时兴起 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 贾母便冷笑道 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 你的儿子 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 我猜这你也是厌烦我们娘们 不如我们赶早离了你 大家干净 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 我和你太太宝玉 立刻回南京去 家下人只得甘答应着 贾母又叫王夫人道 你也不必哭了 如今宝玉年纪小 你疼她 她将来长大成人 为官作宰的 也未必想着你是她母亲了 你如今倒不要疼她 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 贾正听说 忙口头哭道 母亲如此说 贾正无立足之地 贾母冷笑道 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 你反说起你来 只是我们回去了 你心里干净 看有谁来许你打 一面说 一面指令 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 贾正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 一面又记挂宝玉 忙进来看时 只见今日这顿打 不比往日 又是心疼 又是生气 也抱着哭个不了 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儿 方渐渐地止住 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 要掺宝玉 凤姐便骂道 糊涂东西 也不睁开眼瞧瞧 打得这么个样 还要掺着走 还不快进去 把那藤梯子春凳抬出来呢 众人听说连忙进去 果然抬出春凳来 将宝玉抬放凳上 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 送至贾母房中 彼时贾正见贾母 气味全消 不敢自便 也跟了进去 看看宝玉 果然打中了 再看看王夫人 儿一声 肉一声 你替猪儿早死了 留着猪儿 免你父亲生气 我也不白操着 办事的心了 这会子 你躺会有个好歹 丢下我 叫我靠哪一个 数了一场 又哭 不争气的儿 贾正听了 也就灰心 自毁不该下毒手 打到如此地步 先劝贾母 贾母含泪说道 你不出去 还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余心不足 还要眼看着她 死了去才不成 贾正听说 方退了出来 此时薛姨妈 同宝钗 香林 席人 史香云也都在这里 席人满心委屈 只不好十分使出来 见众人围着 灌水的灌水 打扇的打扇 自己插不下手去 便月姓走出来 到二门前 令小四们找了贝明 来细问 方才好端端的 为什么爬起来 你也不早来透个信 贝明急的说 偏生我没在跟前 打到半中间 我才听见了 忙打听缘故 却是为奇观 精串姐姐的事 奇人道 老爷怎么知道的 贝明道 那奇观的事 多半是薛大爷 素日吃醋 没法出气 不知在外头 挑唆了谁来 在老爷跟前 下的火 那金串的事 是三爷说的 我也是听见 老爷的人说的 席人听了 这两件事 都对警 心中也就信了 八九分 然后回来 只见众人 都替宝玉聊志 调停完备 贾母令 好生抬到他房内去 众人答应 七手八脚 忙把宝玉送入一红院内 自己床上握好 又乱了半日 众人渐渐散去 奇人方进来 精心服侍 问他端迪 借听下回分解 iği 把宝玉送入一红院